记者蔡璋盛竹市报道,中元节将借,为让打新竹地区民众吉妙与安心将纸钱交与新竹市垃圾焚化场集中炼化,今天共同办理新竹县市联合进炉旗安庆赞中元普渡仪式,宣扬推广薄金包,环保礼炮机,衣工贷金,纸钱集中燃烧等多元化低碳祭祀措施,其力守护好空气。 副市长沈慧弘致辞表示,组合式的祭祀薄金包为新竹市首创的低碳祭祀措施,取纸钱包,功德基之意,可在祭祀与环保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成心祭祀增加环境负荷。 薄金包内有大面额纸钱,祈福功德状,毛巾,新竹特产米粉,普渡旗及减量相知,民众可将捐款收据年贴于祈福功德状上,中元普渡旗拜时默念内容,回向给祖先,声明,替代之前来源头减量,兼顾健康及环保,为后代子孙造就更大功德及福报。 另外新竹市还推出以供代金,纸钱集中燃烧等低碳祭祀措施,欢迎民众多加选择使用,一起加入减碳爱地球的行列。 环保局表示,去年首度推出薄金包,与工艺团体合作,结合中元祭祀用品及减量相知的组合式祭祀包装,反应热烈,300份薄金包一推出就被民众抢购以空。 今年除延续办理义卖活动外,更扩大结合福宁宫、东山绿水福德会、仙宫福德宫、三福宫、光田福德宫等五处庙宇,百至祭祀薄金包,提供民众祭祀使用。 环保局副副局长洪明氏说,中元普渡期间逐是社区大楼、庙宇及机关团体等,如有纸钱轻运需求,欢迎电价03至5368920分及8032预约轻运,并请提供轻运时间、地点、联络方式及纸钱概括数量等资讯,以立派遣车辆轻运。 我们下期再见。